欢迎点击此处订阅Net简报 我们将在每个工作日发送最新内容至您的邮箱 华盛顿 对于中国的新冠疫情应对 特朗普政府官员试图论政治大锤 坚称中国共产党掩瞒了最初的疫情 放任病毒传播到全世界 但在美国政府内部 对中国官方在一月份犯下的错误 情报部门得出了更微妙而复杂的发现 据熟悉美国情报部门一份新的内部报告的美国官员说 对于病毒可能带来的破坏 北京的官员友好几周被中国中部地区的当地官员蒙在鼓里 报告判断 去年在疫情时发的武汉市与湖北省 当地官员试图对中央领导层隐藏信息 这一发现于新闻机构的报道和了解该国不透明的治理体制的专家的评估一致 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 地方官员经常因为害怕北京的报复而瞒报信息 这份新的评估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批评并不相阻 但它为一些造成全球危机的作为和不作为提供了背景与语境 特朗普在7月4日一次白宫演讲中说中国的保密欺骗和掩盖造成了疫情 国务卿迈克·唐皮欧 迈克·宾皮欧 坚称 对于共产党对病毒的隐瞒 政府每天说的都是实话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在周六说 疫情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犯下的罪行 这样的指责 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策略是对中国表示强硬的建议一致 从而将人们的视线从总统在疫情和美国经济上的失败移开 同时遮盖他对中国专制领导人习近平经常性的赞美 但广泛的政治信息给人造成一个印象 似乎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从一开始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危险 并竭力进行掩盖 这份最早从6月开始流传的报告 包括保密与非保密部分 代表了CIA和其他情报部门的共识 美国官员说 报告依然支持共产党官员对世界隐瞒重要信息的大体观点 报告显示 即使在北京的高级官员慌忙从中部官员那里撬出信息时 他们依然在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信息 掩盖疫情的真实情况 但该报告补充了大量证据 表明中国地方官员的桌子似乎是病毒 在武汉内外传播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领导人和地方官员过错差异的评估 可能会产生重大的政策影响 是武汉还是北京 差别很大 哈德逊研究所哈森英斯特伊奇特的特朗普政府非正式顾问 中国问题学者白邦瑞 Nichiel Pillsbury 说 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主要的过错人 就意味着中国高层官员没有在新冠病毒问题上进行彻底的欺骗 那么美中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真诚谈判 仍然具备一定的基础 虽然白邦瑞主张与中国竞争 但他也支持外交手段并履行习近平和特朗普在1月签署的贸易协议 特朗普的其他一些顾问 尤其是纳瓦罗 主张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 并谴责这项贸易协议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摇摆不定 有时 他和其他官员断言中国在掩盖事实 以此证明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等政策决定的合理性 5月底宣布这一举措时 总统指责是为组织帮助中国掩盖最初的疫情 尽管该组织否认了这一说法 另外 作为本届政府中最直白的对华鹰派人物 庞皮欧公开提出一种未经证实的理论 即疫情始于武汉的一次实验是意外泄漏 并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寻找证据 在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分析报告称 中国中央政府官员在1月初隐瞒了病毒的严重程度 一顿基医疗设备后 美国官员委托了这份新的情报报告 一名高级执法官员说 之前的报告严重依赖公开贸易数据 在国土安全情报分析师对外国势力进行调查时 这样的做法是不寻常的 多家新闻机构在5月初报道了这一发现 当时特朗普高官正因病毒问题攻击中国 政策制定者要求情报界动用全部力量对此进行审查 分析人士提出了新的共识报告 旨在完善甚至纠正国土安全部的评估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阿列克谢沃尔托尼斯特 表示该机构不对任何声称的泄漏文件发表评论 中情局拒绝置评中国政府称其迅速采取行动限制 病毒传播并向世界发出警告 今年冬天中央当局罢免了几名地方党政官员 表示他们是疫情的责任人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说 新的报告并没有减少中国的罪责 特朗普政府发出的广泛政治信息给人造成一个印象 似乎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从一开始就知道新冠病毒的危险 并竭力进行掩盖 他们说共产党领导人监管下的威全体制阻碍了地方官员 与国家级官员自由分享信息 这给世界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美国官员说 这是所谓的切尔诺贝利效应的一个版本 及地方官员避免向中央政府报告灾难性事件 直到为时已晚 此外